义顺、卡迪和阳错港站将在5月20号关闭一天 海军部和三班旺地铁站则从18到20号关闭三天 当局将在这段时间安排短程巴士服务 让乘客往返受影响地铁站 陆路交通管理局铁道扩建署长蔡汉亮说 轨道连接工程需要72小时才能完成 因此受影响地铁站必须全天关闭 蔡汉亮说需要先移除再安装新轨道 并将转向轨道同两条轨道连接起来 同时安装轨道设备 再测试系统确保轨道和列车可以投入运作 如果地铁列车发生故障或轨道需要维修时 其他列车可以转而使用转向轨道 更换到另一条轨道继续行驶 新地铁站将设有5个出入口 其中一个设有行员天桥 让乘客通往朝市区方向行驶的月台 这是本地首个可以从入口 直接通往月台的高架地铁站 城市频道记者陈嘉玲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